首先我们先取出一号的绿色线 我们这里要用凉骨线端面绣来缝制 这里以及这里的线条部分 还有我们这一朵花的花杆部分 我们这里能用凉骨线端面绣来缝制 这里我们要斜向排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里一根线缝完之后 我们是需要在边面收针打击的 这里我们需要翻转我们的胸部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将针穿过 我们已经缝制好的图案当中 将我们的线圈下方直接将针穿过来 这样我们的线头就够住了 接着我们用剪刀线剪断 接下来我们另外曲线 继续来缝制上方这里的线头 缝案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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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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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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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